谁才是真正的宫斗MVP 在我环环面前 其他人都不配有姓名同样讲述的都是清宫里的那件事 不同的是甄嬛传讲的是雍正的妃子 而言喜攻略讲的则是康熙儿子乾隆的故事 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信息啊 那就是言喜里面的太后娘娘 就是上一届宫斗胜利的环环啊 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宫斗MVP 环环只想说我面前 其他人都不配有姓名 甄嬛传自播出以来就热度不断 大家被孙力演技折服的同时 也深深的配合着甄嬛这个女人 扭护甄嬛是甄嬛传的原创人物 在历史上并无这个人物 但她的原型则是清朝雍正帝妃 叫圣献皇后 她最初在庸亲王府邸威妾 只是一个低阶式妾 在往后的十年里 也并未有威风的提升 一直都是哥哥 期间也一直无所出 这个状况在弘历降生才有所改变 因为生了弘历的原因 她母平责贵升级成为侧伏儆 但是这只是她晋升之路的第一步而已 在雍正帝继位以后 她又被风为西非 地位水涨船高 最后更实在皇后 年贵妃等人逝世后 成为后宫的主宰者 看着短短的介绍 就可以看出能以低阶式窃的身份 在后宫三千加历之中脱颖而出 并C位出道 甄嬛的宫斗手段可是不容小觑 了解了甄嬛 我们再看延续攻略 里面的太后 太后一出场 石弹幕就不停地刷着环环 人生赢家 我的环环 让人不知道这不是甄嬛都不行 可是随着剧情的深入 太后并没有牵涉过多的宫斗剧情 让人不得不感叹 难倒是人老了 手段也不见了 可要知道 这讲的可是环环儿子的故事 一位母亲若无必要 也不需要参与到儿子的后宫争斗之中的 在剧情发展到58级左右 环环的手段才逐渐显露出来 因皇后乌拉纳拉氏 做幕后推手推手 因为于太妃死藏的一封信 皇帝对太后产生了怀疑 认为太后杀母夺子 在令妃的帮助下 太后成功打消皇帝的怀疑的同时 也让皇帝对她的愧疚更上一层楼 更是教导令妃如何打破皇帝对她的厌烦逃避 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环环令妃完胜 看到这里 我们才看出原来环环并没有老 先是装并打消皇帝猜忌 再以一则故事引起皇帝疑虑 虾 感谢观看